為了這個機會來到台南 一起藉由紫風車的戲劇與馬來演出 那在台南7%的客家人在台灣 雖然是我們的比例上是很少 但是其實在這400年的歷程當中 客家人是跟隨著一起到台南的第一站 所以我們特別特別在這400的時段 把這個邀請的紫風車劇團來到台南 這是張先生在台灣客家的族群跟其他族群 一起在這個島上生活的很重要的起點 所以藉由這樣生活上很平常很日常的戲劇的演出 融到生活裡頭 這是讓大家互相了解的利益 那也謝謝台南市政府大力的配合 以及號碼 然後把周邊的相關的活動一起來展現 請問你 我們在台南的順利 市長很幫忙 所以團隊也非常幫忙 所以其實是 真的是很期待 真的很期待 非常感謝台南的鄉親朋友們 以及我們的團隊 非常的友善 就是感受到台南的魅力 謝謝 OK OK